而科技部部长张善政今天也第一次在委员会背询 针对学运学生利用不同的载具来传播资讯 突破传统媒体框架的做法 张善政说他很钦佩 也说以后科技部在宣传政策的时候也可以拿来学习 学运延烧过程中 摄影人士利用架设网站和即时转播的方式 突破传统媒体的框架 就任满月的科技部部长张善政三号背询时表示 对这样的做法印象深刻 不过面对立委直批官方网站过于简陋 还遭到骇客入侵的争议 张善政似乎有点难以招架 我们是阳春网站 一个高中生可能就可以设计的比他还好 科技部的网站可以被害 可以被侵入去做酷熟的更改 居然我们不知道还要人家告知 告知之后 四天才修复完成 科技部筹备的过程啊 的确是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不好讲前任筹备的这个完不完整 但是我可以承认说网站的确做的不尽理想 首次登台也许对于立委的互动略显深疏 但张善政沉着应对 对于科技部的未来是否延续原来国科会的大小联盟方案 连接产业等重大施政方针 张善政表示会在两周内提出具体办法 部长有没有什么期许就是在大联盟跟小联盟 在多久时间之内 我们两位承办的师长可以拿出具体的成绩 小联盟大联盟的这个整个计划 齐程是哪一个计划是几年 那个大联盟五年 大联盟是五年 小联盟是 两年左右 应该两个礼拜之内会找你们媒体在谈 立委们最后也期许张善政年底能交出 令大家满意的成绩单 雨天TV陈旭文罗正辉台北报道